大家好我是統哥 今天我們要試駕的就是20年式的Toyota AORUS 這次它追加最主要就是主被動配備 增加了全素魚的ACC主動跟車系統 還有LTA的車道循跡輔助 外觀的部分最主要增加了雙色的配色 像我們這台就是紅黑兩色 內裝部分最主要是增加了這個 8吋的薄邊框觸控式的主機系統 它包含了Toyota Drive加Connect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它的全素魚ACC 還有它的LTA車道輔助系統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啟動它的ACC 我們現在就跟著前車 它有三格可變的距離調整 它現在是跟著前車 然後全素魚 因為我們現在限速是60 好我們現在把速線提高了 當你跟到前車 其實它就會控制跟前車的距離 像我們現在就開始遇到前車 即使我們的速度限的比較高 但是它會根據前車的速度來控制 所以現在你可以看到兩邊都是白線 包括一個藍色的警告線 基本上它就表示說它已經幫你做出車道維持 還有ACC的設定 對它車道維持我現在雙手放開 它其實會跟著前車 它有沒有 有沒有 它有轉回來 它在這個速度的時候 它車道維持就很不錯 你的手還是要放在方向盤上 它只是輔助而已 LTA你有看到它警告我說請握方向盤 但是我只要抓住 它就會自動啟動 重新啟動 不像有一些車型 你必須要另外按鍵 它才會重新啟動 ACC我們現在就跟著前車 完全沒有問題 這時候其實我反而感覺到 車身 車室環境非常寧靜 幾乎沒有什麼風切聲 那個風聲非常非常遠的感覺 這一點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那我們全速域呢 當然就要試一下它的跟車系統 它到底有沒有辦法跟上 1987 好 0 它已經自動停止 如果前車起步呢 它就會繼續跟車 像我們現在到時速0的時候 等待中 顯示等待中 那我們現在起步你看 我們其實前車走了之後 只要按一下Resume 它就會開始跟車 而且它會按照你原來設定的速度 我覺得這是最適合的 但是如果光彩油門 它也是會馬上跟上 然後啟動 那我們在今天的測試裡面確定 它確實是全速域的設定 所以如果之前你在觀望 Toyota到底有沒有全速域的AC的車友 現在就可以入手Toyota的ORUS 其實ORUS的TNGA底盤 雖然非常運動化 但是在一般道路開起來 其實它也很舒服的 因為畢竟它是厚獨立雙A倍的選調設定 譬如我們現在在台北的路況 你壓到一些人孔蓋 還有壓到一些貓眼 它感覺到它當然不是像Altus這樣的舒服 但是它並不會不舒服 其實對我來說這樣反而是更適合一般人在開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有路況傳進來的感覺 但是不會彈跳不會不舒服 這是很重要的 其實TNGA不是只有底盤設定 包括人車介面 舉例說好了 這次它的儀表板整個下降 然後往裡面縮 你的空間感就更好 而且A柱的部分可以看到 它明顯的有多一塊空間出來 所以整個視野在你市區駕駛的時候 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這次呢 Ors在小改款之後 其實它的引擎動力跟它的懸吊調教 都還是沿用原來的TNGA底盤設定 跟這個Direct Shift Transmission 我們先感受一下這個避震器 之前呢可以看到 它只要遇到窟窿 它會稍微的飛起來 表示避震器是不夠硬的 那我們現在 是OK 我覺得它這次的新的車型 有稍微變硬一點點 我不知道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還是這個車子真的有做小幅度的變更 它有效的控制你懸吊上下 所以你反而覺得是舒服的 我一點都不會覺得它太贏 S1 它的後A被懸吊 你看非常的聽話 它帶出來 但是是非常非常的協調 非常的穩定 這一點真的是 這個抽一下方向盤 讓它尾巴擺動 但是它又非常有效的 可以控制你想要出去多少那種感覺 不會太過頭 其實側傾又不會很多 其實開起來非常好玩 這一點 嘿嘿嘿 即使你Push它多一點點 它都會帶進來 不會讓你覺得很突兀 而且它還是保有了Toyota要求的舒適性 另外一點我想要介紹就是它 它最新的Direct Shift CVT 它的差別跟一般的CVT確實有不一樣 它是直接有一個齒輪 所以你一檔其實開起來起步 跟一般的自排或者甚至於有一點那種手排的感覺 譬如說我們現在起步 其實我踩多少油門 它就多少油門 它甚至於不會換檔 它就是轉速是一直往上拉 它甚至於到60 有沒有它都是直接Hold在檔位裡 所以你在起步的時候 你完全不像CVT那種感覺 不會說像普通的CVT 你踩油門它轉速拉起來 但是速度沒有跟上那種感覺 在這部車上完全沒有 譬如說我們現在開過完這個彎之後 我們就想要加速 那我們就油門踩下去 有沒有 其實它還是反應蠻快的 講真的這一台車真的是不一樣 像這樣子的變速箱其實是夠聰明 所以你踩油門 它油門反應是夠快的 然後你也可以撥片換檔 它也是會拉起來 譬如說我現在就一直在加速 那它就會Hold在檔位 它會不會Hold在檔位 有沒有聰明 有它還是Hold在三檔 它就一直不換檔 它就是因為我們在加速 它知道我們一直在加速 它就不換檔 但是如果我們加速完了 譬如說 對你看它就會自動再回到D檔 當然它還有一個Sport模式 只要按下Sport鈕 速度表就變紅線 然後它的轉速 它就會幫你保持在4000轉以上 你看它現在就是一支不換檔 我已經5000檔 就保持4000以上 就很OK啦 缺點就是它的引擎聲 會保持比較大聲一點 OK 這次除了主被動安全升級以外 其實統哥覺得它的懸吊設定 也有稍微的調教過 我覺得這算不算是隱藏版的升級呢 如果你心裡面還在想要挑選哪一台 都會的先輩小車的話 新年式的Toyota OARS 它的競爭力越來越強哦 喜歡統哥節目的朋友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PIT63 而且打開小鈴鐺通知 這樣就可以有最新的節目通知哦 接著看已經到不乾淨了 小鈴鐺通知